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對判傷口口結 反對判傷口口結 馬上停止逼遷虎祖村民 馬上停止逼遷虎祖村民 其實由幾個月來 說收地到現在 他每次用的要求我們逼遷的方法 都是越來越激進的 可能是一開始 我希望和平解決 之後就談論到一些很激進的暴力方式 例如你們再不搬走 我們就會扔石頭封你路口 我們是覺得很被人威嚇 其實我們之前也報過警 每次來到都在說 我們幫不了手 你們要找律師 所以我們認為廉政公署 可以在這件事上 對我們有一些比較顯著的作用 其實我們是很希望廉政公署 透過我們這次的行動 廉政公署就會徹查這件事 看看一些地產商 以及一些政府官員 是否確實之間 是否有利益的存在 以及一些官商勾結的情況 因為我們就認為 如果是一個連政府官員 都和一些地產商 都發生一些勾結來說 我們就認為是不合理 以及我們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們是很想用這個行動 諸數給ICACTAMS 希望能夠徹查清楚事件 現在根據政府公務員的守則 任何政府的官員 尤其是高職位的官員 在他工作期間 或者公余期間 都不應該參與任何的活動 或者跟任何有身份特殊的人 一起參與這些活動 在這次虎草村的事件裏面 我們土務局局 這個拓展工程處的一位處長 竟然是和地產商 是去到被人覺得是視察的場地 有關的場地 被人的印象 就是政府有高官 在背後為地產商 甚至一些涉嫌黑幫 去到強行收地撐腰 更加加強了市民 對官商 或者官商黑 勾結的一些懷疑 那這些呢 是各位香港的市民 我們是感到心惡意絕的 政府是要調查和交代這件事